賴清德萬里老家違建 號稱史上最猛公僚 雖然特勤剛紹緊急撤掉 但違建說不拆就是不拆 再也當連日狂炮轟 228坪 你有看一個公僚這麼大的嗎 在上位的人一定要正 己身不正 雖令不從 自己做不正 你再講也不聽你 來講我是不曉得賴清德在撐什麼 一拆就拆嘛 入阿里血啦 所以我說從那個刑事風格就知道 這個以後一定變獨裁者 賴清德不合法的違建 毅力不搖 外界的質疑交代不親 蘇生昌拂選竟喊出賴清德是 拍名兒子 想打背琴牌 但藍軍聽完差點沒吐血 現在不要裝可憐 你小時候或許是拍名兒子 但是你現在是好名人 有權利的時候 你也沒想過要去跟他們打三天 出生拍名就可以當作 你一輩子這種違法亂記的背書嗎 新政養執政的八年之下 我們有越來越多的拍名兒子 蘇生昌你為什麼不去看看他們 那些的老家養經理 引來外界的揣測是為了求好風水 而國安特勤倉皇撤哨 負面聲量攀上新高 不管過去的出身多可憐 那都沒有辦法去解釋 你現在在這個地方 不只是違建 徵建 然後連揚井黎這種事情都發生 現在可以信託的話 目前台北市有多少的寄存違建 那他如果信託了 他們也可以直接合法化嗎 繼續的追下去 他的民調就會越來越往下掉 雖是副首 趙超康政見會上火力全開 狂炮轟 賴家違建 更對侯康佩喊出這句話 是為自己則死 因為他選擇我 瞭解我 很肯定我 所以我一定要舍命賠君子 很感動 哨康兄 聽我這個兄弟聽得這樣 他不是跟他聽我 他是要聽國家 聽我們人民 全政最後倒數關鍵 侯康佩激起直追 縮短藍綠差距 要完成六成名義期盼的政黨輪替 記者余設琴李玄 SNG小組台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